暑假到来 再加上高雄还有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长的异动之后 这个县市可以说是警方上警发调 全国来扩大领检 我们来看是昨天晚间 警政署长陈扎青 他率队到了高雄深闹区针对是深射场所进行全面性的领检盘查 而且强调不配合就要断业者金流 大批的警方随即是突袭两家舞厅检验身份证件 就是不容许下去之内有任何不法情势来发生 穿着新来火辣的酒店人员一一排队 警方要求脱口罩 比对身份证上的照片 防止有人用假证件冒充顶替 台北市中山区警方扫荡盘查 酒客以及酒店人员的身份 就是为了要避免酒客饮酒后喝醉闹事 由于高雄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长异动后 各县市警方也上警发条 举办全国扩大领检 如果业者不配合 会采取更积极的手段 来断他的金流 警察署长陈嘉青十八号宣夜 在高雄市警局请教后 临雅警分局也派出大兵警车 随即前往四围路 自强路两家舞厅 警方后枪实弹戴上口罩 一进舞厅先量好体温 孙主进行盘查 舞厅小姐排队受检时还嬉闹要宣传名牌 不顾警方依旧落实勤务毫不马虎 因为暑假到来必须要采取高频率高强度 以及密集性扩大零件 就是不容许辖区内有任何不法事情发生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